嗨 我是芋头 上次你们说那个月饼太复杂了 这次我给你们做一个材料 简单易得又有点异域风景的煎饼 玉好烧 玉好烧的拼音是 Okonomi Yaki 直接翻译过来是 新温纱就放纱煎的就完事了 一般分为把所有食材都扮成 糊糊摊成饼的朴素做法 还有把食材一层一层放上去 翻来覆去折腾你 但是看着好好吃啊 这样你就会觉得好棒棒了 哈哈哈哈的 广岛风做法 我积极比较喜欢吃层次更丰富的 广岛风雨好烧 因为可以简单又丰盛的喂饱自己 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 就是沐鱼花 就是把煎鱼分割处理 蒸煮加工 去皮去骨 烟熏发酵 最后干燥得到像木头一样的鱼肉 用刨花器 咳吱咳咳咳咳咳咳 刨出来的极其轻薄的鱼肉片 一般某宝很好买到 买不到的同学可以不做 把沐鱼花打成粉 你就得到了关键材料 沐鱼花粉 后面我们简称花粉 除了花粉 包菜也是很重要的材料 把它用手掰开 可以看到包菜的内部结构 作为一个讲究口感的讲究怪 我决定只采用外面几层脸皮薄的包菜 内部那些脸皮过厚的包菜 我是不用的 虽然这样做妈妈可能会打我 但是我现在离它比较远 它打不着 可以看到这几层包菜的口感是比较好的 把它轻松的扔成细丝 广岛风的玉好烧里是会放任式炒面的 但是我买不着 所以这里煮了一点辛拉面放进去 它的口感是比较接近的 价位也合适 当然这可不是广告 真的不是 因为面不是马上用 放久了会坨 所以这里需要放一点油 讲和讲和 这一步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现在就把它吃掉 玉好烧的面糊可以用普通面粉 但是我放了家里没吃完的松饼粉 问题不大 加水调成一个比较稀的面糊 浓稠度就像这样 能刮在蛋抽上就可以了 找一个连比较大的平底锅 放一勺面糊 用咸熟的手法 摊成一个规则的圆形 很多教程会在这个月球表面一样的饼上 直接放卷心菜 阿玉我发现这样做的话 卷心菜的水分会跑到饼里 让饼变烂 产生一种淀粉糊糊一样的恶心口感 所以我的做法是 现在翻面 嘿 你要去哪儿啊 这样煎饼的脸皮会比较厚 再放卷心菜就不容易烂 吃起来口感也就好了很多 放完菜加一点刚才打的花粉 就是这个 在菜上放两片菜市场和超市出售的 珍贵五花肉 用盐和黑胡椒给肉调一个底味 就可以准备翻面了 机智的你也许会发现 这样翻面可是会散架的呀 没错 但是我这个小天才 怎么会让它散架呢 只需要一点点面糊 个层之间就会更加团结 接下来就要气成丹田 手持双刀 屏除杂面 连点成线 连线成面 亲手合一 别回尿点 嘿 这面就轻松翻过来了 掏出准备已久的面条 放一点日式猪排酱 简单的炒一炒 经常有人问我 如果我家没有这个酱该怎么办呀 在这里我想统一回复一下 如果你手边没有这个调料 就应该 去买呀 不然我能给你生出来吗 面炒的差不多了 就用专业的平按手法压食 看看珍贵的五花肉 有没有煎出金灿灿的颜色 有了就把它放到面饼上盖好 您可以发现 有些调皮的配料想要逃跑 记得把它们都逮回来 老老实实地够在冰里备着 最后一步是在锅里 搓出一点食用油 弹一个鸡蛋 把蛋黄稍微戳散 整成一个标准的圆形 我家的鸡蛋比较主动 想提前跑到饼里排练 记得不要让它得逞 它还要再等一会儿 等我们 细成丹田 手持双刀饼 处杂腻 连点成线 连线成面 嘿 把整个饼放到鸡蛋上 就到了考验真正技术的时刻 这时你需要 细成丹田 手持双刀饼 你烦不烦呢 这时你需要一点技术 或者幸运女神的慧骨 把煎饼整个翻过来 最后把饼底煎得金黄焦脆 在上面豪放的挤上 日式猪排酱 沙拉酱 一点牧鱼花和香葱 攒上优秀的青海苔粉 丰盛诱人的御好烧 或者把它残忍吃掉 如果你想问 没有青海苔粉 该怎么办呀 我的回答依然是 去买呀 拜拜 拜拜